今天我们好不容易凑在一块 团建正式开始 团建第一项内容 唱玉剧 以后请康主任为我们唱玉剧 加油 你现在就坐在这里 你说出跟哪一个人 第一次见面的时间和场景 我跟鲁玉 第一次见面 是在2004年 西部频道成立的时候 对吧 继续 气焰没了 显然不太对 然后呢 我第一次看到他的印象 他就跟今天长一样 这么多年就没变 第一次看到他我就觉得这个小伙特帅 对 带着中年男子的那种气概 对 能让小萨觉得帅的不容易 鲁玉哥手里有你什么把柄啊 那太多了 你从来没这么夸过我 因为我手里都是理的吧 因为我夸你干嘛 对吗 正确的案新频道开播的时候是 2002年 差了点 他有时差 有时差 你觉得他有时差 他脑子里有时差 4月17号生日 他4月19号给我发信息说生日快乐 有时差吧 我说你记错时间了 我说奥远抱歉 我说我现在在上海出差呢 这个也有点失差 2004年是西部频道改法制频道 对 我们俩交接的 对 他说的见是不是指的就是正式见面 就是相当有正式的 正式的 正式的 对 而不是说奥远抱歉 正式的 河老师 你的意思是咱带上父母吗 不带父母的 我们俩单独正式见面 对对 先得自己正式的 然后再能见父母 对对对 你们说三亚回北京要跟我父母正式见一下吗 就要见一下了 要见一下 你跟冰冰是这次第一次见 这个没什么 但是我俩见之前 其实咱俩有过一次合作 你还记得吗 三老师 我俩也坐过一个凳子 我们合作过 合作过一次直播 但是咱俩那次没有见过面 我知道说有咱们央视的记者站的同事 但是对不起 因为切过去以后 我们这边什么信号都 你看不见也听不见 真的解释非常好 但我觉得这个名字好听 叫什么 冰冰 那想象当中的冰冰是什么样的 就有理 那是冰冰有理 冰冰有理 我跟思思见是在挑战主持人的时候 他们那个演播室外边 张绍刚说 小萨 这是你的师妹 然后是我们的选手 然后你就 师妹 然后呢 说实话是什么 惊为天人 哇 突然一个女孩子走过来 个子高高的 听那个是闪着光过来 评价非常的重肯 我们第一次正式见面 不带父母的 我们俩单独正式见面 在海南 对 在海南 两个人本来要机场 还是握手 两个人在这 最后发现 两个人弄了半天 正默契 最后是在海南 他跟我提过 我跟你提过 对 就是当年李瑞英老师带队 三台主持人 过来慰问咱们的发射站 对 就相当于到这边 有一个这个参观和学习 我对每一个朋友 都是放在心里 对 无论多少年过去 那当时对小萨什么印象 印象深的就是 看到他去游泳 说这个浪里白条 哦 这是我留下他最深的印象 浪里白条 他还有过白条的时候 我从来不打白条 对